超马全国纪录的保持人 50公里超马国手等等的运动好手 在今天全部聚集到了 新北板朝的第一运动场 现场集结了进签的民众共商盛举 因为呢 这个是知名保险公司 洗手国内知名的赛事奖项 长民赏 一起来推广健康举办的运动活动 现场呢 不只有专业的教练开课教你跑步 还有国手带头与民众一起跑 现场相当的热闹 民众起跑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 一大早集结近千人 热血青春动起来 前排领跑的来头可不小 有超马全国纪录保持人林冠卢 50公里超马国手林鼎阳 还有半马拜杰施育佐江燕仁 以及亚洲越野锦标赛国手叶日红 精英选手齐聚 还有专业教练开课教跑步 手势靠近我们的虚干 长跑奇才知名运动品牌 台湾区总教练光头李汉轩 带着团队从呼吸白手 到步伐技巧开始交起 传授正确观念 避免运动伤害 健康守护圈的这种活动 已经做了蛮久了 跑步其实是一个蛮专业的事情 不管是训练 热身还是激励 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一些专业的 这个教练的指导 保险公司适逢成立60周年 特别为保护举办健康守护系列活动 现场也宣导 如何透过事先保险规划降低风险来临时的影响 并吸收国内知名赛事奖项 长明赏一起推广健康 平常我在跑步 但是没有真的训练这种跑步的课程 像暑假很容易睡到中午 都觉得这么早起 就是有不一样的体验感觉 企业与国首鼓励大家动起来 活动中还通过运动健身APP 邀请使用者累积部署 企业也会捐赠相对款项 支持宜兰南澳国小的小小运动员 让跑步活动不只挥洒汗水 更著有公益 东西新闻综合报导